胡托亚南方小土豆在东北旅游 三天后买了套房 40瓶12万南方小土豆去东北 无论是哈尔滨还是吉林 记住旅游归旅游 买房归买房 千万别冲动 二者混为一谈 这不近日 一则南方小土豆在东北旅游 三天后买了套房的四瓶冲上热搜 表面上看 这个行为让人暖心 为当地的资助产业做出了贡献 但是网友们 咱们细心一点 小土豆买的面积是40平米 总价12万 稍微有点买房经验或尝试的应该清楚 这房子极大概率是公寓房 极大概率是商业性质的公寓 单价三天的商业公寓 即使在哈尔滨和长春 这个价格也不值 如果是在东北的二级城市 更不值这户型如果是70年产权的住宅 但我没说 不了解的网友先别乱喷 如果是商业公寓 出境地水电器三通是难题 商业水和电居住成本高 后期再交易难度大 还要承担高额税费 实在没想明白 在寒冷的东北 这位小土豆脑子发热 怎么会想到买下了这套公寓 热爱旅游 干恩东北 有很多表达方式 而且很想 小土豆偏偏选择了买公寓 12万砸下去 砸的是自己的脚 用反话的话说 不想当然 小土豆家里有矿 自己挣钱也很容易 月薪上万或几万 那就当我没说 在中国的另外一端 前些年也发生着相似的故事 很多游客在当地买了海景房 可如今 惠州东部的海景房 跌到了三四千 当然也有挂架五六千的 我们需要意识到 旅游和购房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座城市一个地 居都有自己的旅游资源 和人文风情 或气候宜人 或热情似火 或人间烟火气 旅游是为了放松身心 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景 而购房则是为了 长期居住或投资 将两者混为一谈 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和损失 因此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 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市场情况 和个人需求 权衡利弊得失 做出明智的决策